大家好 这里是最佳拍档 我是大飞 前几周 AI的绘画领域融出了一颗重磅的炸弹 那就是Stability AI发布了备受期待的Stable Diffusion 3.0 简称SD3 一周之后官方又放出了一篇详尽的技术论文 阐述了SD3实现突破性进展的底层原理 但是同时也引发了一连串的疑问 比如说SD3能否在RTX4090显卡上流畅的运行 对于其他的主流GPU的兼容性又是如何 更重要的是面对于OpenAI的Sorrow这些劲敌 这次Stability AI能否力挽狂澜重塑行业格局 相比于这篇满是复杂公式的论文 对于普通的读者而言 Stability AI的论文概要无疑是更具可读性的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篇论文本质上是介绍Stable Diffusion 3背后的研究 但是并没有明确的指出如何去实现所有的功能 官方发布了一些新的方法 并且分享了关于哪些训练决策提高了模型的训能 哪些没有完全的达到预期 以及哪些组合赋予了Stable Diffusion 3惊人的能力 Stability AI信心满满的表示 在大规模人类主观评测中 SD3在排版质量对提示的理解和执行度上 全面碾压了Dolli 3 Mid Journey V6 Edir Graham V1等等顶级的产品 这里务必强调一下提示 因为它是AI绘画的灵魂所在 Mid Journey V6固然能够生成让人叹为观止的画面 但是稍微复杂抽象一点的提示 它就难以完全的照单全收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 是Mid Journey V6过度的迎合了大众的审美偏好 简单的来说 就是它只擅长画人们爱看的那些东西 相比之下 Stable Diffusion的强项在于快速理解 并且忠实的执行提示 同时能够灵活的调整画面的局部细节 而无需事后大动干戈的修修补补补 令人振奋的是 SD3寄出了全新的多模态扩散Transformer架构 MMDIT 它采用了独立的权重来编码图像和文本的特征 大幅提升了文本理解和拼写的能力 这是文图生成领域的一大突破 此外 SD3还为排版单独配备了编码器和Transformer 它俨然是将这个小众的领域做到了极致 关于性能 从这张图表中可以看出 在视觉美感度 提示匹配度 排版质量等等方面 SD3在人类偏好调查中都获得了全面的胜利 作为基准 它轻松碾压了所有的竞品 稳坐C位 至于SDXL系列 终究是略逊一筹 真正让人惊喜的是SD3的硬件兼容性 Stable Diffusion AI重点测试了SD3在主流消费级显卡上的表现 结果令人喜出望外 那就是巨无霸的版本 也就是模型参数高达80亿的版本 也能够完全的装进24GB显存的RTX4090 以1000x1000分辨率 50部迭代为例 生成一张图片 只需要约34秒 要知道50部在SDXL时代已经是顶配了 如果你是平民玩家 也不用灰心 SD3有多个轻量化的版本 参数量从8亿到80亿不等 总有一款会适合你 从这几个令人惊艳的样力图来看 SD3能够依据简单的文字提示 灵活的生成各种主题和风格迥异的图像 这得益于它在主题理解和场景构建上的重大进步 比如说让一只恶狸站在讲台前授课 或者是给一只袋鼠戴上墨镜 它都能够完美的呈现 从这些看似荒诞的创意中 我们依稀可见SD3惊人的想象力 它已经初步具备了从文本中提取高层语意 并且灵活组合成画面的能力 官方在论文中指出 对于从文本到图像的生成 SD3必须兼顾文本和图像两种模态 这正是他们将新架构命名为MMDIT 多模态扩散Transformer的原因所在 与前几代的Stability Fusion一脉相承 SD3也沿用了预训练模型 来提取文本和图像的特征表示 具体来说 它用上了三种不同的文本嵌入器 两个Clip模型和一个T5模型 来对文本进行编码 同时采用了增强版的VE 来对图像进行编码 说白了 这套流程就是为了要理解 用户可能想要什么样的文字内容 以及与之匹配的图像 从而更好地理解提示的真正意图 最妙的是 得益于崭新的架构 SD3可以在同一个输入中 同时的接受文本嵌入和图像嵌入 并且一次性的完成所有的操作 如这张图所示 文本嵌入和图像嵌入 被送入到同一个注意力模块 进行处理 在内部 信息通过一种循环反馈的方式流动 这是许多模型的标准配置 经过汇总之后 模型再输出最终的生存结果 总的来说 这套流程是基于扩散Transformer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 构建出了SD3的架构 考虑到文本和图像 在本质上的差异 SD3为它们各自采用了独立的权重 这相当于给每种模态配备了专属的Transformer 它们在各自的特征空间中运作 但是又能够通过注意力机制 实现信息的交互 可谓是分工不分家 正是这种机制 使得SD3能够更全面的理解 跨模态的联系 竟然输出更加连贯的结果 这也是SD3努力想要同时利用 文字和图片两种输入 并且在同一个注意力模块中处理 而不是采用串行方式的原因所在 这个设计与SDXL是高度相似的 接下来我们看两张验证损失的曲线图 它们直观的展示了不同模型 及其变体在训练过程中的表现 理想情况下 随着训练的推进 验证损失应该是逐渐降低的 而且我们可以欣喜的看到 实际结果也是与预期相符的 Stability AI表示 通过这种融汇贯通的设计 信息可以在图像和文本之间自由的流动 从而提升模型对生成内容的整体把握 此外这种架构还可以轻松的拓展至 视频以及其他的模态 尽管论文对这些有所讨论 但是官方对技术细节依然是讳莫入深 值得一提的是 与其他的模型相比 SD3在保留原始提示意图的同时 还能够灵活的生成多个差异化的版本 尤其是很欣赏Stability AI在及时提示跟随上的创新 官方表示SD3能够在保证画面多样性的同时 还能够紧扣主题 并且对画风有很大的控制力 以往将主题表达与风格渲染割裂开来 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 尽管有些玩家通过优化UI和复杂的参数设置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点 但是将它作为模型的内在逻辑 无疑是更有前瞻性 报告中举了几个例子 这一切仅凭一句简单的文字提示就能够实现 充分证明了SD3惊人的理解力和创造力 它能够从简单的提示中提炼出丰富的细节和主题 论文中还提到了另一项创新 就是通过重新加全噪声来改进整形流 Rectified Flow 这说明官方在模型训练中 对噪声的处理上别有心得 简单来说 我们通过采用整形流公式 或者说是RF 可以拉直模型的推理路径 从而以更少的迭代部署来实现采样 换言之 这项技术不仅能够降低训练的成本 还能够帮助模型在推理时 不偏离正轨 避免出现崩溃 为了验证这一点 他们在60多个主流扩散模型上进行了测试 每次都采用了不同的数据集 评估指标和采样器设置 结果表明 尽管现有的RF方法在少量迭代部署下表现优异 但是随着部署的增加 性能反而出现下降 相比之下 SD3的RF版本却能够持续的提升性能 简而言之 在同等计算资源下 SD3能够实现更高的目标 极大的提高了性价比 应该说这是Stability AI打出的一技重拳 尤其是对于Mid Journey等等直接竞争对手而言 坦白讲 这更像是在给投资者传递一个信号 如果给我们投钱 我们创造价值的效率将更高 如果我们仔细去看AI初创公司的开销 那么GPU的采购和租赁往往是最大的一块 就连Stability AI这样的独角兽 也很难逃脱被算力缴械的命运 另一个亮点在于 Stability AI成功的让一个80亿参数的G5霸 塞进了24GB显存的RTX4090 尽管这与验证损失关系不大 但是足以证明SD3在模型压缩和推力优化上的造诣 事实上 它们展示的指标和验证损失之间存在着强相关性 而后者是评判模型整体性能的重要依据 因此如果训练更高效 猜测更准确 模型的性能就会更加的优秀 此外官方还指出 SD3的扩展趋势还没有鉴定 不太可能遇到云端服务器中常见的瓶颈 换言之 通过架构上的创新 它们在计算性能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在可预见的未来 SD3还有进一步升级的空间 随着算力的提升 我们有理由期待 用更低的成本来获得更优的结果 最后再说到文本理解 这是Stability AI长期以来的一个重点 一以贯之的体现在其他实验性的模型中 在SD3中它们做了一些有趣的取舍 为了降低显存的占用 它们砍掉了此前SDXL中使用的一个内存大户 那就是4.7亿参数的T5编码器 有趣的是借助于全新的架构 去除的T5编码器并没有明显的影响视觉的效果 只是略微损失了一点文本依附度 从基准测试的结果来看 即使完全把这个模块移除掉 SD3的性能也基本上无损 在保证画质的前提下 这种权衡可谓是相当高明的 官方还展示了一个案例 给定同样的雪雕提示 去掉T5前后的结果几乎一样 这恐怕是Stable Diffusion AI迄今为止最硬核的一篇论文了 行文晦涩不太好啃 但是作为我们吃瓜读者而言 只需要知道 Stability AI又拿出了一个含金量超高的新绘画模型就好了 对于全世界的AI爱好者来说 开源绝对是一个福音 好了 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